哈囉大家好我是GuyGuy 今天要帶來的是 查格納爾S排位戰的逆風場檢討解說 那為什麼說是檢討解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場自己也有犯一些失誤 那所以呢就是來跟大家做一個檢討的解說 因為你總不可能每一場都打得非常非常好 人總是會失誤的嘛 那上次有一個網友就跟我說 各位你可以出一些自己錯誤的檢討影片 然後我想說這場可以拿來做一下檢討 因為自己有失誤 那而且呢我們這場在中期的時候 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逆風的情形 那查格納爾這隻角色呢 他可以做邊遊 走中路也可以 或是你想要做一個魔龍路的賴線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是很多元化的 技能點法呢我是建議你主點二技能 不管你是走哪一路就是主點二技能就可以了 然後有大點大 然後一技能就負點 好的那可以看到呢這場我們是屬於魔龍的輸出手就是賴線 然後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兵線整理好之後 然後就準備來去做一個蹲跌 就是看一下視野 那你作為魔龍輸出手就很簡單 你就是盡量 保持著不要死 就跟凱撒路的一樣 就是盡量啦 千萬不要被抓盡量 因為你如果死掉的話 真的會對 對我的士氣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的那我們就趕快呢 一樣把兵線馬上清掉 如果各位呢覺得你在玩塔格納然後是屬於這種魔龍路賴線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魔量很缺 那你可以可能買一顆你那個清醒掉嘴來做回覆 回魔的動作 好一樣我們切完兵線之後呢發現對面是直接入野 我們馬上呢也一起入野 然後準備呢進攻對面的殘血熊貓 不過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家打野呢是被亂掉了直接被帶走 但是我們一個普攻呢是敲掉對面的人頭 那這一隻龍獸呢我們繼續跟他不要放掉他 我們順利用一技能還到他之後呢 我們的拉茲漂亮收頭 那這一隻特爾安娜絲有沒有機會呢 應該是沒有機會很可惜 那沒關係我們按一下恢復回一下魔量跟血量 然後趕快把這個兵線呢整理好 這時候呢我們家悟空打了一個打 好那我們這裡呢就是直接開啟魔龍 那我這裡會選擇待在這個龍口 我是覺得應該就是可以暗暗穩穩的死 但是我沒有想到哇原來對面的 這個打野是直接進來 然後並且呢熊貓利用等叉 身上四等等叉呢 然後一屁股把我們給打死了 那我覺得這裡呢 其實算是打野的錯嘛 我覺得他雖然中擊沒有中到 但是呢我覺得應該是我的錯 因為我覺得呢我剛剛應該站在外面 就是那個河道口 然後看一下對面的 比方打野的視野 然後所以我就剛剛就是沒有做那個動作 然後我當時是想說 欸我感覺就是穩穩的死 所以我才會站在魔龍口 所以這個失誤呢我覺得就是算在我自己身上 好那我們這裡犯下失誤之後 趕快就是復活之後然後趕快把這個兵線呢給洗掉 那其實呢 你一場遊戲裡面你會失誤的地方 真的會 有很多很多 那你就是要怎麼樣把它給改進 下次呢做得更好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除了呢洗這個上路的兵線之外 我們還順便呢可以坐一下游走 就是你可以清完兵線之後然後順便去run一下對面中路 給對面中路一點點耗血啊都是可以的 好一樣我們剛剛就是 耗完敵方中路的血之後呢 然後馬上把這個兵線整理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對面的這個支援速度真的很誇張 是一坨人直接往下面衝 那這個我們的隊友呢是死光光 好那沒關係我們進行這個中路的補線 那我這時候呢覺得這個感覺有機可乘我就直接開啟我的大絕 然後 不停的進行輸出 但是我這裡感覺就是 有點太衝了 腦衝 我心裡想著我應該可以直接馬上帶走他 但是我沒想到我的輸出有點不太夠 好那我們復活之後呢這個魔龍戰準備要開啟 我按一個撤退燈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打不贏的 而且我還沒有到 那我們 我是覺得應該是要就是讓對面先守 然後我們再來選擇要不要來搶這個魔龍 我們先打人才是對的 好那這裡呢是成功帶走敵方的龍獸 這個魔龍很可惜沒有搶到 那敵人呢這時候這個輸出一波實在是 太恐怖了我們全部進場的人是全部通通被收掉 然後我這裡呢我是要打一個 就是沒有辦法我們搶不到 但我是覺得如果剛 我後來又改了然後就改成是打可惜 因為我感覺我剛如果打 搶不到的話感覺就是好像 可能我們大家也會覺得我在怪他 但我其實沒有那個意思就是 我剛是想說就是很可惜 我們一坨人衝進去竟然沒有搶到 那這裡呢就是改一下自己的言語就不會讓隊友誤會了齁 那你其實呢你在這種比較上面的等級的排位 溝通我覺得非常重要 真的 那因為呢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想要贏比賽 所以有時候可能大家講話的時候會有點 就是有點太衝了 那你其實改變一下你自己的原因就可以了 好那這裡呢可以看到 哇對面特爾安娜絲非常的肥 那我這裡呢就不選擇抓對面特爾安娜絲 我選擇呢來支援這個悟空 但是對面熊貓哇這個Juke漂亮 直接把我給甩掉 然後他利用一技能呢成功逃脫之後 他的隊友是立馬來支援 我們隊友呢全部死光光 剩下一隻熊貓 這裡呢就趕快快轉 這時候是不是看起來就是感覺輸定的對不對 那你看到 我們中路真的是非常棒啊 直接打加油 我覺得真的很好 對隊友喊話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輸 那你可以看到對面這時候是膨脹了 這個特爾安娜絲 是直接 不停的點我們 他想要把我們的塔點掉 但是他扛太多下塔了 那我們這裡呢大絕扣著 因為我怕對面熊貓想要直接 進攻我們家中路 好那我們成功洗完兵線之後呢 對面也是退掉 但是我覺得 這個悟空的位置非常不好 我馬上想要進行支援 但是沒想到哇 對面熊貓超級聰明的 是直接 做一個蹲點 然後把我們 這些後面要支援的人呢 給帶掉 那這裡感覺也是我自己太 沒有想到太多 就是沒有算到那些人頭數 欸 少一隻熊貓 然後我就直接進場 所以我就是被帶走 好的 復活完之後呢 我們準備來守這個高地塔 那這時候呢有機可乘 我們就直接開啟大絕 然後進攻對面的特爾安娜絲 並且呢還有這隻龍獸 這隻龍獸是 逃不了了 那為什麼我們會那麼 就是那麼容易的就可以 進攻對面後拍 主要是因為選角的問題 因為對面呢沒有一隻 屬於爆牌能力的角色 就算有一隻塔拉 但他其實如果我只要 大象開啟大絕 然後隊友跟上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 就是爆牌是 保不了他們 他們的特爾安娜絲 後拍的 那這裡剛剛那個就是 其實就是選角問題啦 也沒有 也不是說什麼對面比較弱 什麼的 什麼對面失誤 並不是 就是選角問題 好的 那我們這裡呢 一樣在中路 把這個兵線呢 也趕快清掉 看到對面的 這個打野 剛剛他是有點 太衝了 那我們就直接 把他幹掉 那對面支援真的是 非常非常快 熊貓選擇 就是反打 但是我們是覺得 這個打不贏 因為對面特爾安娜絲 手太長 然後加上這隻龍獸 輸出實在是太高了 我們送不了 因為裝備其實還是 劣勢的 好那我們就準備呢 回家進行回補 那我們就看一下 對面的狀態 就是 你有時候看到 我們打開狀態欄 其實是 有時候是在看對面的裝備啊 或是對面的召喚師技能 好這裡呢 我又覺得有機可乘 我就直接進攻這一隻塔啦 原本是要進攻對面龍獸 但是對面龍獸走位非常棒 就是成功逃掉 這裡呢 對面是集結在一起 那我們就是 直接進行一波輸出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中後期的時候 大象輸出 非常非常誇張 因為他的大絕 就是他的二技能啦 會不停的疊傷害 就是越疊越痛 好的 這時候對面又來進行進攻 那對面這隻熊貓 直接衝進來 他這個就其實有點太衝了 我們就進行拉打一下 其實剛剛如果我們的熊貓 或是悟空也在的話 應該他是會被帶掉的 那就很可惜 沒有把他給殺掉 好那我們回補呢 順便剛剛站一下視野 看到對面龍獸在上路 上半步 這時候一樣 我們把兵線呢 給清掉 並且呢 盡量不要一個單 就是一個人單獨的 然後來去入侵 盡量跟著隊友一起 那你站點呢 就很重要啦 我會選擇站在這個 河道 或是這種 三點草叢 都是可以的 因為等一下呢 這個凱撒是絕對不能放的 好那這裡呢 下路是搭了起來 那我們家的悟空呢 成功終結掉對面小貓 並且還有一隻 這個龍獸 那這裡呢 成功的反打非常漂亮 我們就繼續呢 來追擊這一個 納克羅斯 不要讓他跑掉 那我們是用 利用這個 Hypo龍 成功的環到他之後呢 帶走他 那我們就馬上呢 來把我們家的拉茲逃脫 我們利用1技能緩速 然後加上 哇這個拉茲 扭得非常厲害啊 這個走位非常棒 那就是成功逃脫 那這裡呢我是想要把對面的塔拉 就是留在原地 不要讓他呢 去支援中路 還有上路 就是把他留住 不要讓他去干擾我們家隊友 讓我們家隊友呢 能夠繼續的來 退這一個線 那我這裡發現 欸他這裡就 我發現他是沒有大絕的 那我就直接開啟我的大絕 進行一波輸出 那就是直接被帶走 發現呢 還有一隻藍buff可以吃 我們就直接進在 就是進入這個草叢裡面 偷偷的把這個藍buff給吃掉 好成功吃掉之後呢 我們繼續 就是 這時候其實經濟差 已經完全沒有差了 經濟差其實應該就是持平了 那我們就是可以進行壓迫 裝備呢 應該是相等的 沒有差多少 各位呢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中期的時候不是整個大逆風嗎 怎麼現在變成雙方是持平 那其實就是因為呢 在中後期的時候 對面在進攻我們家高地塔的時候 那裡面呢 有幾個地方失誤了 就是因為他們被我們單抓 然後沒有馬上進行撤退 然後造就了呢 我們現在經濟差 已經幾乎沒有差了 就是我們慢慢把這個雪球呢 滾回去了 那反而呢 我們現在雙方 雙方的塔數雖然是我們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進行壓迫的人是我們 就是路野的人是我們 加上我們現在的 我們的角色組合 本來就比較 優勢 真的 好的那我發現呢 這時候我們家的 打野是在跟對面打野進行搏鬥 馬上進行支援 但是我覺得 這個好像 有點追不太到啊 他真的跑好快喔 但是我還是不想讓他回去 去干擾我們家隊友 那結果呢 我們家隊友反而是被對面給包夾 那感覺我這個 做的決策剛剛感覺 沒有說得很好 應該是我剛剛 進行支援我們家打野之後 發現不行 我們就要馬上回頭了 那這也算是我一個失誤 感覺我剛剛就是馬上回去 就是回去幫助我的中路 拉茲 會比較聖的齁齁 就自己沒有 沒有想那麼多 好的這時候呢 對面的熊貓是直接被我們家的熊貓 配合我呢 給帶走 不過呢 他很可惜還是被對面的龍獸給終結掉了 那他也是打得非常好啦 對面熊貓其實也打得很好 就是各種威脅 威脅力很高 那其實呢 影片到這裡呢 中後期他們對面的特爾納斯又被我抓到 所以呢 導致說對面是直接進行投降了 那我覺得後面我們會贏也跟我們自己的玄角組合非常的 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加上呢對面也是自己也有幾個 後排有幾個失誤 然後你看現在就是特爾納斯被抓掉 那所以呢導致呢 我們可以做逆轉勝喔 那其實呢 該位這裡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種逆轉場 然後是屬於失誤解說的 還是你們喜歡看我這種 看我那種 比較順風的 順到一個爆炸 然後秀盤對面 那種 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好看 就是 沒有什麼好檢討的 那我是覺得這種逆風場 感覺比較 多東西可以講 好那這場的MVP呢 就是我們 你們可以看到呢 雖然我們的 數據沒有說很好看 但是呢 我們的對英雄傷害真的是 做得非常足 30%的對英雄傷害 然後並且呢 坦了19%的坦度 那蓋瑞呢 這裡最後想要說的就是 遊戲還沒有到結尾 還沒有結束之前 千萬不要覺得說 啊我輸定了 想要放棄 像如果我們剛剛在那個前面中後期 高地塔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起來輸定了嘛 那如果隊友按投降的時候 我們按同意 感覺就是 那就結束了 這場就是輸了 星星送給人家 但你沒有想到說 如果你再堅持一下 然後找對面的弱點打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呢 原來我們星星是可以拿到的 我們反而打了一場漂亮的逆轉場 影片呢就分享給各位觀眾囉 影片到此為止囉 如果各位喜歡蓋瑞的話 你可以透過Youtube IG Facebook 來追蹤蓋瑞瑞喔 我是蓋瑞瑞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掰掰 出發